會議廳的會議即將進行 首先,今年的六四周年,二十周年 也很重要的是趙紫陽先生 在他被休禁了十六年,死後三年 終於他的正辭是透過偷運出了境 我對他沒有好印象,在1989年的時候 我認為他是造成官島、官商的其中一個人 但自從他在1989年 與廣場學生告別,而被休禁,而拒絕認錯 而到底都沒有改變意見 我不能不在此向他表示我的敬意 當然,趙紫陽只不過是冰山的一個 任何的偉人 當他看下去的時候,他應該明白到 他多高一點點 只不過是群眾對他的支持 我亦都想在此向六四的死難者 表示我的哀悼 亦都向在監獄裏面 因為政治的緣故的政治犯 表示我的致敬 尤其是我想向六四的死傷者的家屬 例如丁慈林女士 表達我的慰問 由此之外,我們想到現在另一位的政治領袖 昂山素姬,亦都被休禁 他從1988年開始被斷斷續續休禁 今日,他正在首審 我也想到另一位在柯富汗 受到由美國支撐的軍閥政權迫害的女議員 我前幾天看他在這個BBC 這個廣播公司接受地下的訪問 他現在要到處走 一見到他,他就會沒命 這位可敬的女士 雖然沒有昂山素姬 和趙紫陽那麼出名 其實他都是跟在1989年 蘭君車而捐軀的中國人一樣 值得我尊敬 他亦都想向我幾位死去的朋友 表示我尊敬 一位就是吳恭紹先生 一位就是花名叫嘉妃的女士 另一位是老婆婆 我為何向他致敬呢 就是自從我在1989年認識他們之後 他們在生前從來沒有一次是猶豫 從來沒有一次不是出心出力 他們固然不是因為民主轟轟烈烈而死 我覺得他們是一個正直的人 他們是對歷史負責的人 他們是對歷史負責的人 剛才李卓仁先生 李卓仁議員 說的 默捨的謊言掩蓋不了血捨的歷史 其實亦都是出自一次軍閥政權屠殺學生 這就是所謂三一八的慘案 魯迅先生當日為了紀念留和真君 一位他的學生寫下了這一段令人悲痛的語句 不過他沒有只是悲傷 他在紀念留和真君裡面寫了一句說話 就是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滅亡 我們今天為何要在這裡辯護 我們就是要在中共政府控制了特區 已經超過十一年裡 拒絕沉默、拒絕遺忘 這個是我們的責任 提起死人 共產黨的烈士、葉廷將軍 他被國民黨囚禁 他在監獄裡面寫了這一段 我希望我們同事都聽著這段 為人進出的門緊鎖著 為狗爬出的洞躺開著 一個聲音高叫著 爬出來給你自由 我渴望自由 但也深知到 人的身軀 那能由狗的洞爬出 我只期待著那一天 地下的火沖騰 把者活棺材和我 一起燒掉 我應該在烈火和熱血中 得到永生 我沒有要求大家 在烈火和熱血中得到永生 我只要求大家 在安逸的環境裡 記住六四 提高自己的情操 對歷史負責任 國民黨殺 共產黨殺得太多 又有一首 就是魯迅先生 在他五個好好的朋友 五個文人被國民黨 槍決之後寫的 《關於長夜過春時》 《是虎張初笨有詩》 《夢裡依稀慈舞淚》 《城頭變幻大王旗》 《隱看貧貝成身軌》 《路向刀蟲覓小師》 《淫霸低迴無處寫》 《月光如水照疏依》 五個年青人 只不過是因為國民黨的專制被殺害 還有一位